C na na is C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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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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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現在你看 剛剛已經有小噓噓在前面 兩個禮拜才長這樣 所以他在三個月過後 他會有突破進去 台中港海標失誕期 是全台最長的 當台是中魚 對 單日的話 有達到945公斤 你這個排產店買來放的吧 太浪漫啦 昌鵝丸狗一定都會拉扯 你才知道有沒有鯖魚 對 來了 鯖魚 拉 等一下 在台灣呢 有一種魚叫做 那你聽到 你現在一定跟我也有很多的問號 湯絲魚是什麼 但是你在台灣的各個鄉鎮 夜市 你都一定會看得到 有人在賣 湯絲 湯絲是怎麼來的 我們平常俗稱 湯絲魚是一種對環境適應能力 很強的魚種 以前不管是在農田水溝 還是溪流池塘 都很常見 所以在台灣算是 好養又有經濟價值的養殖魚種 而屏東因為大武山的好水 更成為湯絲魚養殖的大本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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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在做什麼 沒有 沒有 你現在在做什麼 有 你現在在幹嘛 為什麼把它分類 有 有外銷 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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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是外銷 有 外銷的 外銷 外銷的 外銷的 它那邊是要做外銷的 還是你這邊做外銷的 這裡在台是外銷的 要銷到哪裡 它要銷到哪裡 銷到國外 哪邊 不能搶 不能搶 因為你們搶出去 人家就知道我們出哪裡 商業機密 對 你們現在在分級就對了 對 這邊的是出口的 這個不是 這個出口的是它一台 大支的是出口 那個有 有今天我們出的是 八百到五千戶 金 特 那在這八百以下的就是 內銷 要再去養 還要再去養 去哪裡 不到重量 我們再放到別的魚去 再放到別的魚 會移持就對了 對 移持 移著持續養 我以前其實很少吃頭鯊 頭鯊是輾魚對不對 輾魚的一種 輾魚的一種 對 有魚的一種 台灣從以前在養頭鯊 是為什麼會 會開始有 脫爪的成形 這個是土種的 我們在水溝裡 就有土種的 土種的 對啊 土種的 小小的那個 很小啊 像這麼小有沒有 土種的就是 就像這麼小 對不對 對啊 到後來有沒有 就有禁國那個 泰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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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這個 這個會 它 真的喔 對 這個刺到就會死掉 你說刺到人會死掉 對啊 就會滑梢啊 滑梢就會死掉 蛤 這個也會嗎 這個不會 因為我們改良過了 改良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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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不會 你看那邊這樣 會腫而已 對 糖絲魚 對 對 哇 阿玉姐說 她選擇在屏東 養殖糖絲魚 是因為她主要是外銷用的 為了提高魚肉的品質 對飼料跟水池的要求 也就特別高 甚至在養殖池上面 都覆蓋了網子 用來避免外來的汙染 也防止鳥類來偷抓魚 但是阿玉姐最厲害的是 連魚苗都自己來敷 哇 你說小苗在哪裡 小苗在這邊 等一下 這是蝌蚪吧 這是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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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撈得到嗎 可以 這樣撈得到 真的 對 它是頭上 它不是蝌蚪 它跟蝌蚪長得不太一樣 蝌蚪的整個頭型 比較大 比較圓 對 頭上沒有 頭上它是屬於 而且它現在你看到 它已經有小鬚鬚在前面了 對 它這是多大的 這個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對 兩個禮拜才長這樣 對 它成長速度很慢 很慢 它長到要到像剛剛 你媽媽他們要出的那個貨 大隻的 500到1000克 500到1000克 要多久 要大概6到7個月 它看起來沒有很久 500到1000克 因為它在三個月過後 它會有出貨型的 爆發期就對了 對 它直接直接抽很快就對了 對 你現在接下來 這中間碰到最難的是一個人 因為我們家以前 也是跟普通養殖戶一樣 對 也是就單純做養殖 然後因為要跳下來做一條龍 一定從孵化開始 對 對 然後因為孵化這個圈子 其實滿神秘的 對 網路上跟面對面 基本上是差不多之類 所以就變成說 我跟老婆去摸索 一定要去 你要認識一下 要碰到有人願意跟你講 對 然後基本上比較難 很難吧 就是商業機密 商業機密 因為你看它一次孵化能孵化出幾隻 一個我們的孵化值的話 一匙大概是100萬隻的苗 一匙100萬隻的苗 但它真正能夠留下來到 出貨的苗有多少 因為我們現在去做改進的話 已經可以達到大概七成到八成 七成到八成了 來 這裡就是我們的種魚區 這一池 這一池 種魚區 什麼叫種魚區 就是把成熟的公魚跟母魚挑出來 做分的時候 淡字都可以 這個是 這是公的 公的 它公母怎麼分 公的它的背棋 特別的大片 比較大片 然後尾棋也是 尾棋也比較大片 對 所以投殺身上很多年異師 這你怎麼抓得住啊 這個 破租它的那個 下棋的地方 下棋的地方 對 剛剛我聽你媽媽講說 它的下棋是有刺的 對 在哪裡 一般它的褲子在這邊 這個刺 一根 那刺到很痛對不對 非常痛 非常痛 你剛剛這樣抓你都不怕被刺到 很習慣 它不會輕易刺你是嗎 對 它不會 它除非受到驚嚇 它才會打開 打開來也會甩你 對 不然它一般都是熟起來 喔 所以這是公魚 公魚的棋都比較大一片 但它也比較 瘦長對不對 對 喔 好好好 那再來看母的 唉唷 這是蝌蚪嗎 哈哈 這放大的蝌蚪耶 那是成熟的母魚 成熟的母魚 它有抱軟嗎 它有 真的有怎麼摸 你怎麼摸得到 它現在打開了耶 它會不會刺 不會摸 欸 有嗎 這是軟嗎 你用四隻去壓它 嗯 對 你會發現會有 另一隻一粒的東西 欸有耶 我好像在幫你做殘潛 天啊 哇賽 好大好滑喔 對 看它背起的相對比較小 喔小小 喔真的還蠻小一片的 尾棋也是 尾棋也是 喔 對啊 我有一個問題喔 鯨魚跟駝蚪到底怎麼分 欸 唐獅魚 一般我們分法就是它的 蝌蚪 駝蚪它有 八根 八根 上四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它鯨魚它有幾根 鯨魚有六根 鯨魚只有六根 所以分 唐獅魚跟鯨魚的話 就是用六根跟八根來分 對 比較外觀上最好區分 外觀最好區分 對 它的鬍鬚是拿來做什麼的 它算是一個雷達 雷達 對啊 偵測前方的冒陰區 但是 其實它在游的時候 它的觸軀是往前的 是往前 對 不是往前 它是往前往前的 所以說 剛剛這樣在看到 所有的 鯨魚跟糖絲魚 它是不需要打氧氣 我看你都沒有在供氧氣 對 因為它們有負呼吸器官 它也是有肺的 對 它有肺 然後它一般缺氧 它會用嘴巴呼吸 它會直接上來 對 呼吸 大呼吸 然後它 糖絲魚比較特別是 它的皮膚的部分 它會有自主呼吸的功能 皮膚有自主呼吸的功能 它靠皮膚在呼吸 所以如果說 你把它的嘴巴捂住 它的皮膚是可以呼吸的 它會開始分泌黏液 分泌黏液來呼吸 分泌黏液就是 因為它是靠皮膚呼吸嘛 一般黏液它會保護它的皮膚 但它開始 氧氣缺乏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脫它的黏液 它要換取 糖絲魚 除了可以當成食療的主要食材 還能當作生態防治的魚種 而阿玉姐的一條龍養殖外銷 更是顛覆了許多人的刻板印象 小老闆說糖絲魚還有另一項功能喔 糖絲魚 我們看到的就是養殖場糖絲魚 但有人真的在釣糖絲魚 我們來去看糖絲魚怎麼釣 GO 嗨,小豆 說到釣魚一定要來找你 我跟你講 釣魚我現在是學不來的 就是去釣釣看有沒有機會釣得到 這等於 動物圓打獵一樣 真的嗎 很好釣 很好釣 真的嗎 你黃絲魚的特性是什麼 它的特性就是 它是雜質性的 它什麼都吃 對 但是它比較貼底一點 所以你要針對底膝來釣 它就會很好釣 如果釣它的方式 用跟釣蝦的模式呢 差不多 你看 對於釣魚已經開始有一點點概念 真的 好 那我們直接看 好 你看對面的 你看 剛剛那個有耶 等一下 我們盡量釣在這個 水波這邊 水波的地方 對,水波的話 下去的時候 它會慢慢的飄出來 喔 你看 也會有刺動鱘魚的效果 真的跟釣蝦蠻像 對 欸 快有 快有囉 對對對 它現在是用它的虛在那邊 檢測你的 對對對 它還沒吃 等它吸一下 吸一口 這邊有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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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剛剛浮泡泡了 太誇張了吧 它直接過來 我的浮標還沒游耶 那是吃沒有錯 是吧 對 人家吃 賣一點 不要那麼快可以 等一下 我們在那個 繁織場的時候 我應該先看一下 它怎麼吃的 我就知道 唉唷 掉到 你解鎖 你解鎖了 解鎖了 好 哇 腳道加油 這顆卷驗器 浩身 廣車式的 法納利 算是一個最高level的卷驗器 看到沒有 有這個光明燈 保證的叫我下降 人再往後 再往後 好 往前燒先 再來 再來 台灣第一點 腳道加油 來 來 你腳不要噴我 噴 唐絲 這有吃到吧對不對 有吃到 嘴巴 噴 終於 終於接鎖了 接鎖了 這邊就吃了小心喔 我知道 他們說旁邊這個吃 等一下打到會痛 好 這一隻 是 公的 母的 母的棋比較大 還是公的比較大 母的小 母的小 這就是母的 然後它就爆蛋 現在都有爆蛋 這個季節都有爆蛋 都是蛋 那你有吃過頭上的蛋嗎 有吃過 好吃嗎 好吃 真的喔 那這一隻就交給你處理好不好 好 因為我通常是不會點名說要吃它的 而且這邊有一道料理叫做 五沙 真的嗎 對 跟鰻魚一樣嗎 對 它的膠質其實是很多的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 我們後來就是 這是進口的 對吧 這是進口的 好的 交給你 好不好 我現在知道怎麼弄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要撞撞它對不對 對 等一下你會變成這裡的達人 會被你輕馳怎麼辦 沒關係啦 我住花蓮 久久才來一次 果然就是要這個動作 喔 喔 喔 原來要有這個動作啦 我跟你們講撲步了啦 對 有機會到心動是不是 剛剛我們在吊的時候 那個老闆跟我講說 這個動作會大一點啦 我動作會要抖動它 就是讓那個耳在下面這樣 對 對 讓得虛碰到 超寬耶 這算是藍耳嘛對不對 你哪有 我剛剛應該在這裡說 你只有說動一動而已好不好 好 所以要動 動大力一點的高 很像 人家老闆才是最實在的 大力一點 再大力一點 我一動就縮下去了 好 社長 好 好 八虛魔物 我們今天釣到了八虛魔物 從知道說它怎麼樣的養殖生長 然後到現在它在吃裡 也變成一般我們釣魚的休閒娛樂 釣上來之後 我本人是很少吃過的糖絲魚 但是不知道 吃吃看 其實釣魚我想是台灣很傳統釣魚 大家都會在釣的一個物種 其中一種物 嗯 可是我基本上是 很少會吃到 對 我人生中大概就吃那麼一次兩次 而且北部幾乎沒有 對 好像是中南部才比較有 對不對 所以它吃起來的口感 到底是哪一種 你吃吃看 我先吃這個 號稱台灣普燒麥 普燒麥 對 它有刺嗎 有 它是有去掉的 它沒有細刺 聞起來滿香的 對 真的喔 方法做得非常好 吃不出來它是鴻山 對 它吃起來是鰻魚耶 它是鰻魚耶 它連那個皮的膠質都是 那我覺得是鰻魚耶 是 沒錯 很好吃喔 我第一次吃上去就愛上它了 真的喔 對 我原來鴻山 唐絲魚也可以這麼做 好酷喔 這裡有很多料理 也是鴻山的特色料理 然後跟外面的都不一樣 對 普遍我們大家常吃到的時候 就是藥燉鴻山 來吃點三杯 對不對 三杯的鴻山 現在是最基本的 對 然後像這樣的 我還是第一次吃到耶 你在吃看我 我在吃看你 這個鹹酥的 都沒有補了 都去補了 沒有補了 沒補了 原本的我們的鴻山 它的補多嗎 它也是賺滿多的 可是我都給它去補了 都去補了 你吃起來都沒有 我吃到一起補了 小老闆的刀工很流利 這個 這脫透吧 脫透應該是脫透吧 對啊 只要吃起來 就是脫透 可是這老闆 它是鴻山 吐司 對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的是 唐絲魚它是從外來的 它要來的話 它就是一個食材 但是很妙的是 台灣現在養殖場養到 它也是外銷的 對 很厲害耶 厲害了吧 從夜市食補到創意料理 現在還可以提供休閒娛樂 營養好吃又好玩 三大優點極其深 這不是在形容什麼奇怪的東西 而是最常見的糖 絲 魚 接下來我們轉戰台中 要來挑戰更大物 專業的 我告訴你 好 換這個 我們台灣第一人呢 從以前就很喜歡叫我 釣魚 釣蝦 釣什麼 什麼都釣 什麼都不奇怪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想要釣魚 釣蝦 釣什麼的時候 然後你的工具怎麼來 工具呢 正所謂 工欲散其事 必先立其器 找工具 我釣不到魚 都是工具的關係 滿滿的獎盃耶 老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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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再來找工具 嘿 你要釣什麼樣的工具 釣... 要釣什麼 你們想 又要龍膽 龍膽太簡單了 龍膽需要什麼工具 因為龍膽其實只要 鉤子跟魚下去就中了嘛 對不對 沒有那麼簡單 公欲善其事必先立其器 沒錯沒錯 龍膽沒有那麼簡單 你對檢驗器本身的了解 到什麼程度 捲線器就是 它會出現鎖得起來 拉得回來 沒有那麼簡單 真的嗎 這麼說 你說沒有那麼簡單的話 你曾經釣過最大的龍膽是幾斤 255台斤 我們來看捲線器吧 來 我給你介紹一下 我給你介紹一下 這一顆捲線器 號稱 有釣具組心臟之稱的捲線器 有釣具組心臟之稱的捲線器 背負了放線收線及煞車的重要功能 而且 在種魚時 還要消耗掉魚的體力 同時又避免釣線殘繞 也是降龍過程中 不可缺的武器啊 十個會釣魚的人 九個都是因為龍膽它的拉力 它的魅力 對 被它深深給吸引 尤其我們會釣魚的人 它本身會想要越釣越大 你要有辦法去充分它 那我們的釣具就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水準 好 用到像這樣的捲線器 它必須要配什麼樣的釣竿 它才有辦法釣到魚 那我給你介紹一下 我們一般正常釣龍膽 所會用到的手工踏板 這拿起來就一個專業感耶 超級輕耶 不是釣龍膽它不是要承受 你說你釣250斤也用這個 對 但是我的耗粗是比較大 它每一隻竿只有每一隻竿的耗粗 正所謂的龍膽竿 是船竿所衍生出來的 比較短的 對 但它的拉力跟硬度它可能負荷比較大 對 沒錯 這樣講我就懂 組裝起來讓你試看看 因為這是 現階段龍膽竿裡面 它耗粗算最小的 那耗粗最小再短 它的硬度也是最低的 喔 喔 喔 這還是最軟的而已喔 欸 我剛剛其實蠻用力的耶 哇 所以它可以拉成這樣子 沒錯 看到沒有 有了這個光明燈 保證你掉得下下角的 那我跟你介紹一下 這是 這是 最 最開心的雛形 你知道為什麼要改嗎 為什麼 因為它下面有一個洞 對 這個洞是不會旋轉的 那我們在做掉的過程中會有水流 那這不會轉 對 會把我們的鞋圈圈圈圈 喔 所以我們需要去做桿裝 把它改出下面的鞋圈圈圈 那它這個是 可以 可以自 反 順著水流 對 它是會旋轉的 那你在水流走的時候 它永遠的方向都是附近的 對 它不會因為你的水流關係 導致我們的萍圈圈圈圈 嗯 對 那我們傳達出來的水流 也會比較明顯 我們先把我們的尾巴剪掉 然後把頭剪掉 然後再來 把我們的可以塞進去 但是塞進去以後 必須要去固定它 喔你好聰明 你能用針頭欸 對呀 那我們在做掉的過程中 你會有很大的拉斥力 對 對 對 所以我們裡面還會再灑一下 好 好 好 接下來 開始殘喔 殘現在對 來 這才是最困難的地方 其實當初傳這個的時候其實蠻多人對一個大男人可以有這樣一個手藝 蠻佩服的喔 這些是你以前用的東西? 對啊 這個都是早期的日本的船乾 那它現在其實它的市價多價值不費 哇 這隻桿子現在市價多少錢? 這隻最近很少價16萬 瞎回 16萬 沒錯 真的 這有錢還不一定買得到 你這多久以前買的? 這個最少都五六年前 我當初買的時候比較便宜啦 當初買的時候一直可能四五萬塊五六萬塊 你看嘛 對不對 身邊的另一半 你現在如果剛好你身邊另一半在跟你看這一集 你就告訴我 我剛才不讀登車買去 買到現在十萬了 買五萬幾個而已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買的那些車子 到現在也是會漲價 所以我送你一個 送你一個 這個箱子 你要好好的保育 你會不會終於就靠它了 這個可是你去哪拿的 為什麼你有? 收藏 是不是 哦 你倒光 哦 这个光啊 里面为什么有两粒 这两粒很重要 你想要在龙胆这个区块 好好的体验的话 你必须要有这两粒 真的假的 真的 没错 相信我 好好的保护它 从七八岁就喜欢钓鱼的日哥 可说是无处不钓 水沟 大牌 各式湖泊它都可以 而将钓鱼这兴趣转变成事业 则是因为老婆的一场车祸 需要在旁照顾 于是日哥从手座浮标开始 有了成绩后 也就有了现在的钓具店 你看一下脚下的网子 有没有这么夸张 认真的钓一次给你看 等一下 你要去哪里 躲在这边 这好大吃 都是那么简单 钓鱼就是用铁鱼 不吃爽味了吧 台湾第一顶 有没有这么夸张 这太夸张了吧 拿这么大的网子 真的有这么大的鱼吗 真的有这么大的鱼 其实钓最大的有一百二十几斤 一百 等一下 一百二十几斤 问一下这跟竿子拉得起来吗 绝对可以 真的哦 绝对没问题 好啊 那你刚刚有在做一个动作是什么 我们会去烹鱼 呜 呜 对 去 呜 模拟我们头耳的概念 因为伸坡的关系转导 让鱼吸引过来 诶 这是撇步耶 就这种不会钓鱼的人都不知道诶 对 这是一个诀窍 这跟我们刚刚所做的连换伍标 为什么你们会不喜欢用这个东西 因为它拉扯的过程中会有声音 就会有一个轰轰轰轰 就是我们头耳的效果 吸引 对 没错 刚刚给你的那个 种鱼的宝箱 对对对 来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 对 这两个 你挑一下看 有红色啦 两个水黑大斑啦 那有这一颗铃铛 它是一个 重鱼的讯号 OK 对 那我等一下 怎么教你怎么去操作 OK 首先尝试的是 沉底跳线的吊法 日哥说这颗小铃铛 就像是一个提示音 一听到提示音 等个两秒就立刻扬肝 这听起来是蛮容易的喔 这一久等过多久 十几个小时 这样 钓池也要等十几个小时 真的 我帮你打个点 SR的概念 没错 鱼鸡也要有一把米 对对对 它要钓到鱼也要有打底 对对 来了 中鱼 拉 哇塞 等一下 站住 站住 用力 站住 用力 用力 用力再往后 人再往后 再往后 好 好 往前射箭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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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的鱼鱼好痛喔 火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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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给你了 但是你没有把握住 很大耶 你没有把握住 可以吗 我跟你讲是大的 是大的 可以比赛了 可以比赛了 可以比赛了吗 可以比赛了 你不确定再模拟一下吗 不用不用不用 可以了 還是我 认真的钓一次给你看 就反应速度的问题 蛤 你是觉得我反应太慢是不是 真的太慢 真的太慢 需要再加强一下 你刚刚说2秒 我就真的等2秒啊 欸 因为 在我们听到铃铛声 我们在阳干的那一个瞬间 你要有一个瞬间 哦 然后锅子打穿 雨的嘴巴 你有没有曾经 在这样子的时候 就已经中雨了 有 所以你看我们 拔耳丸 我的习惯性 手一定都会拉着 哦 因为你拉着的时候 你才知道有没有中 对对对 哦 哦 哦 嘴巴 来来来 那你看一下哦 现在哦 这位大哥正在示范什么种鱼 你看他扭得 大颗碗 小颗碗 你看看 哎哟了 你家里都不疼吗 你看了啊 等一下 你要去哪里 我的這邊啦 這好大隻欸 都是那麼簡單 要有一個新華麗了吧 欸 這小的而已 這小的 我對你有點尊敬欸 這個幾斤 這個應該將近20 20而已喔 然後剛剛你要看 欸 斷了 剛剛應該是雙溝 斷了 要不要20塊 我來 我換我看 真的喔 我剛剛有學到你那個 其實打高爾夫球 算是我的日常 不過面對這個稱號是 釣魚界的高爾夫等級的 持釣龍膽 我真的就是隻小菜鳥囉 換了釣點再來試試手氣 不得不說 有高手加持就是不一樣 因為有龍上鉤啦 有了 有了 用力 其實這個 其實這個 一直沒有很大耶 真的小土瓜 這太小了啦 放掉好了 再釣就好了 再釣就好了 欸 不好意思喔 你的復仇的聯盟要拿來囉 我們兩隻我先中欸 是的 這場獅徒大戰 由野鬥徒弟 我先持得點 而所謂的青出於藍 更勝於藍是何種狀況呢 馬上你就會看到啦 齁 我這邊跟你聊天聊一聊一聊 他叮一聲我沒有拉 你知不知道現在聽到鈴鐺聲 超敏感的 而且那個神經就是 欸 欸 竿子是在手上嗎 鈴鐺哪來的 有人踢到了 你們在弄我看到 剛剛被種的 我現在在為你做的 就是錯誤的釋放 釣魚呢 不要分析 還好我的師傅 也沒有在漏氣了 在另一頭也是默默種魚囉 目前戰況 1比1平手 接下來 就看誰先搶下 關鍵的這一分啦 喂 喂 來了 來囉 兄弟啊 有沒有要搶我啊 黃痴啊 黃痴啊 我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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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真的很棒喔 快點看一下 好 來 我幫你拿來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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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釣魚人最夢寐的龍斬石斑 耶 其實他的拉力真的還滿強 而且他吃東西其實很細膩 他不是那種 碰一下就下去了 他是這樣 我剛剛看我們在前面 你知道他前面在幹嘛 他就這樣 他晃 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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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 裡面的幼稚園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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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有了好成績 和日歌相約下一回再戰龍膽 就是要去看看連花浮標的威力了 至於現在呢 據說是要讓我練功 等一下 你們現在這也太看不起人了吧 釣魚雖然說釣不到 我們就是有時候就功欲善其事 立先立其心 再加上旁邊不要有人干擾 我釣不到魚其實是你們在干擾我 你們看不起人就算了 然後帶我今天來釣這種魚 釣這種魚 給我這種釣溝 給我這種釣組 然後釣哪個 釣這個 有沒有 就這樣啊 這麼好釣你釣我來釣 帶小竹來釣 帶大幅來釣還差不多吧 你好 楊大哥 你好 為什麼他們今天帶我們來這種地方釣魚 不是說要來台中嗎 然後是要去比如說台中港啊這種 就全台灣唯一的幾個港口可以釣魚 是 我們先帶大家來先在這邊體驗 你是不是覺得我釣不到魚 我覺得你的 點點點 還是要再加油 這個是一個非常棒的地方 也是一個海洋釣魚的好地方 認識海洋從釣魚開始 是這個親子碼頭的主旨 因此 碼頭內 就有許多和釣魚相關的遊戲 可以體驗 但是既然都大隊人馬到這拍攝了 當然不能這麼簡單喔 我們先從釣魚好了 反正你 沒釣過釣魚 那我們現在釣魚 對啦 加油 喔有有有 我用釣魚的馬火十嵐 這個是夏季的魚種 它的魚塵也很大 釣過最大的龍蝦 多大那個魚 應該有一斤多那樣子 對 剛剛有釣魚 有釣魚 正的 台灣第一點 我們先從尊羽好了 反正你沒釣過尊羽啊 好 那我們先從尊羽試試看 先試試看 好 尊羽的話是這邊 我們跳一下這個等級 等一下它是模擬針的魚的拉力嗎 對 它除了魚之外 其他都是釣的 所以釣竿 釣線都是真的部分 試試看 試試看 好 有確定有拉到感覺對不對 對 拉到 那我們先從尊羽啊 加油 這個還OK啊 好 右下角呢 你可以看到有關於它的這個距離 它現在才10公尺左右跑 哇 這個 尊羽是這樣子的喔 對 它的氣道上蠻大 而且它的這個動作 其實它都有模擬它的 釣的那個情況 就釣尊羽還好 對 釣到了 好 成功釣起來幾乎是秒殺 非常厲害喔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的鱸魚 好酷喔 因為對我這種沒有拉過魚的人來講 我覺得 原來這就是釣到魚 有 有 中了 你看看 有沒有 有沒有 它有拍它在吃的時候 所以它跟我們台灣的那個鱸魚一樣 它浮出水面 它會把它線切斷 對 它有提起來這個動作 嘿嘿嘿嘿 這應該可以到 這釣到 然後神功釣起 然後一樣 非常快 分數比較高很多 好 那我們就直接試試看這個鱸魚 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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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出現耶 你看它距離一直有在跑 所以它真的還在衝 它還在衝 它要衝去哪裡啊 但它 它就只有衝一段時間而已 衝完以後就是開始用拖的把它拖回來了 對 它的速度變慢 有一點累 但不過這個過程中 它會慢慢恢復自己 被考驗的 不要讓他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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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到了 沒有 在釣魚故事館內 不僅可以在虛擬釣場 感受博大魚的真實情境 還能在海洋教育區了解到 會釣魚更要會保護環境 才能永續的利用海洋資源 不危害到海中生物 如果你也想要一家大小來體驗的話 有些活動可能要提前預約的哦 這個遊樂碼頭 除了我們講說有親子的遊戲 對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專業的釣具 工廠 那它生產了很多這些專業釣具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去台中港北堤 所以我們公寓善騎市 必先我們要先準備好我們的釣具 但在我們漁港裡面需要的釣具 會是哪一種 其實適合不同的釣法 比如鹿亞釣啊 鹿頭釣啊 雞釣啊 這些其實都可以在這個場地裡面 就是看自己的習慣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看一下釣魚 這隱身在碼頭角落的釣具店 也是釣魚界的台灣之光 因為他們出產的捲線器 可以起身全球前三大品牌哦 離開了亞洲第一座釣具觀光工廠 下一站 這是全台第一 這是我們台中港海釣示範區 也是一個台灣的友善釣魚區 就是108年的時候 開始了這個全台灣的第一個海釣示範區 那我們又利用資訊化的管理 然後今年1月1號 商港又推出了一個免費入場的機制 所以 現在只要拿出手機登入QR Code 只要一掃描 那就能夠進入了 商港垂標預約 可以看得到 比如說這個港口今天有沒有開放 全台商港開放區 有基隆港 台北港 台中港 富代港 安景港 高雄 港口 還有花蓮港 東湖也有 那有的像我們台中港 因為是 它是最長 是全台最長的 公里 對 將近3公里 所以非常長 那還有在這個周邊 還有一個100號碼頭 同一時間可以 你看過最多人是多少 目前我們這個提防 來的人是 以 單日的話有達到945人 所以你看看945個人 大概人與人的距離 大概就是我們的社交距離 大概1.5年左右 對 那當是種魚的機率高嗎 欸 我們講魚種比較豐富的 大概一個白帶魚 對嘛 白帶魚 最好拉的時候 對 還有 比如說夏天 有時印尾啊 銅鏡啊 這個都是我們港區 經常它的族群比較多的 那甚至其他的黑鯛啊 黃旗鯛啊 這些還有石斑啊 紅條 這邊夾置這邊都有 很酷喔 魚貨量也很酷 掃完QR Code後 釣友會拿到號碼牌 因為是當天收回 所以號碼牌 除了能監控進港人數之外 也算是一個護身符 讓服務中心能掌握釣友在港堤的行中 我們這邊剛好是我們講說 航道的南邊 屬於交坡市某個區域 那這個地方是北面 它是屬於我們講的胸牆 胸牆的範圍 那夏天因為風浪 其實現在的風浪都很平穩 所以兩邊都可以做釣 那釣友間有規則嗎 有規則 我們依據路場 大家可以日行先選位 一定要穿著救生衣 防滑鞋 那每人限定釣竿兩隻 那釣法我們就沒有限制 只能限定釣竿兩隻 對 因為樂愛釣魚的釣友非常多 最高的入場人數有達945人 所以如果兩隻的話 就大概有1800多隻釣竿 非常壯觀這個情形 對這個釣魚活動是 非常休閒的活動 對那個應該是 台灣第一點 非常休閒的活動 對那個應該是 班頭就是黃錫鯛 這個是夏季的魚種 它的族群也很大 大一點一斤多 這個尺寸是比較合格的尺寸 那我們也鼓勵釣友 比如說小魚 母魚 對 還有蝦蟹懷卵的時候 它需要放生 那這樣子 整個海洋資源才能永續 對 對 為了給釣友更好的環境 長達三公里的長堤 有多處行動廁所 以及救生用具 還在北面的胸牆 定點架設了樓梯 讓釣友更能方便上下 也確保安全 現在 就來看看蕭波市上面的釣友 有什麼收穫吧 所以您是用什麼釣 我們一般都是用這個小捲 就把它切成一塊 那你釣組是用什麼 它這個釣組起來就是類似 像一個狼牙瓣這樣子 它如果龍蝦來抱的時候 那個竿子就會抖動 它抖動這樣打起來 就養起來就好 釣過最大的龍蝦所大 在這邊 這邊應該有一斤多 一斤多 這樣 應該還大一點這樣子 這樣 對 我們很大的耶 它一般我們就是這樣 要釣組的時候 然後再把它再捲上來 這樣一點點這樣就行了 有滿深的耶 對啊 有滿深的啊 你這樣拉得上 你這樣拉上來 它龍蝦不會抱到旁邊 你又很難拉 會 所以它有時候它龍蝦 它有時候就會抱到那個 蝦湯裡面 對 很緊張 很緊張 對 它現在這麼抖動 這個應該有可能就是小魚 即使在拍攝當天 雨下不停 也交不惜釣友的狂熱 粽魚的種類也挺多樣的 楊大哥說 除非是浪大 不然一般都會開放 這也證明了 山岗鎚釣系統的重要性 黑沖哥 你幾點就到這邊來 站搖滾區的位置 大概五點半開門 大概到這邊大概六點四十七 所以提前的大概快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的時間來 對 這裡慢了就沒有對不對 因為這裡的粽魚機率比 一般的高一點點 你覺得今天會有什麼 這個季節 石雕啊 鷹哥 鷹哥 石老 你用什麼釣 我說 講求環保 你今天有釣到嗎 有 有 有釣到 有 在漁網裡面 有 你確定 有 來看一下 你這個不是 你這個是 海產店買來放的吧 你是為了拍攝的 買來放的吧 沒有啦 剛剛有釣 有鎮人 有鎮人 鷹哥 對 石雕 石雕是我 石雕是我最愛的 真的 而且石雕呢 你都怎麼處理石雕 怎麼 怎麼料理 我 就是青蒸 青蒸 比較鮮 再來就是什麼 他如果再大一點的話 生裡面有什麼 我比較不會 你就是變 比如說有意味對不對 兩次 我這樣倒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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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次呢 只用一塊 一放下去然後一小片多這樣 然後你知道那冷掉以後 那個湯啊 你知道石雕為什麼厲害 那個湯只要把它放冷了以後 它就像果凍一樣 快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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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然後你有一碗白飯 你又沒吃完那個湯 不要丟掉 記得石雕 我放在那裡 然後冷了以後 你拿一碗熱騰騰的白飯 你把那個凍子刮起來 丟到飯上蓋飯 聽你講話 覺得都會流出來 對啊 你今天太厲害了吧 運氣 今天剛好有 來 真的用福壽爐啊 我們盡量挑那個中大的 殼比較軟一點 可是都會把它弄破 這樣就有味道 才會有味道 才會有味道 對不對 我們大概知道 它的地形是怎麼樣 蛤 就這麼近 就這麼近 就在附近這樣就好了 好 好 你要放到它那個整隻浮雕 完全站起來 欸有了 站起來了 站起來了 我們就跟著它走 跟著它走 跟著它走 釣石就這樣釣了 沒有跟那個 對 你剛外旁邊有人 你不是要叫它借過嗎 對啊 所以這個釣板 大家要領上網 所以不能讓它躲進 躲進鳳裡就拉不起來了 不一定 因為它太大的 沒有辦法 對啊 你就躺不住 單子也是躺不住 就要有運氣 所以你把它釣起來 輕輕的 其實 好 來吧 來一尾吧 讓我們台灣第一頂一下 好嗎 最後 有沒有釣到魚 不重要 重要的是 八座三港開放的垂釣區 喜愛釣魚的朋友們 有了更多的選擇 而我的釣魚之路 也會不屈不饒地 繼續走下去的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有沒有什麼獲得呢 如果有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還有開啟小鈴鐺